研究起工 以顾汉森林号省那么搞的 他研究起工之后呢 回来他就访问北京的郭林 北京因为北京起工 是有那么个公园里都给了个郭林呢 这起工家呀 就找他 一找他嘛 郭林就给我打电话 说庞大夫啊 又跟说个事吧什么事呢 说卫生部要找他们 我找卫生部找他们 他说我干什么 他谈一谈 他就跟他谈嘛 他说不行你来吧 把我找了去了 找了去他谈嘛 他就谈了谈南方一家人外戚 郭林他不发放外戚 郭林他反对发放外戚 可是卫生部的人来 那边不能说反对发放外戚呀 这就是郭林老师 郭林老师他老师他老师 他就难了 所以我在那呢 我就跟那个中医生给他谈 我说起工有两种 一种是练起工治病 一种是发放外戚治病 目前来讲的话呢 郭林老师这个功能是练功治病的 治病范围很广 这也是很好 但是不搞外戚 然后呢 刚才讲讲起工跟那个卫生部的 郭林老讲讲起工和中医的关系 在中医里边 那时候你给他把中医里边拉呀 就把火就把黄 他去以前我把我给准备了准备 就把黄带内经里边有哪些关于讲述气工呢 我大妈给他讲了 讲了内经 哦 还有这个 老房里给我写一写 我给他写个材料 这个材料 就是78年 78年11月份的事情 然后的话 这是他 郭林老呢 就是结果这气工之后 全国到处来 志愿气工实业 志愿气工实业 所以这样的话 就把这个气工呢 传统气工 就慢慢和国家政府部门 接上头了 就在这个 就在这个时候呢 78年呢 78年那个下半年呢 咱们开了全国体育运动会 在南宁开的 这里边有几个硬气工表演了 有北京的侯淑英 这个人走了 上加拿大了 硬气工表演 还有就是湖北的一个赵继书 主要是这两个人 但是还有些个人 参加要气工表演的 侯淑英是那边的 头状石碑 里托双敦 那个湖南赵继书 那边湖北赵继书呢 他是边的 扶沃钢叉 沃钉 沃钉床破石 比较这个 他们都是得了是 都是得了是 那个特殊的奖啊 特殊奖 那那个钢叉的话 叉的肚圈 叉的肚圈 就这么转 人家手脚这么离开 到肚圈 人家就转圈 转转转几圈 下来 他那个 全国那个 钉床破石啊 就是召集书 他是最好的 就49颗钉子 躺在上面 把石头 弄在肚子上 把石头打碎了 后处要震动 一块石头板子 石碑 拿到一撞 就撞断了 所以这个情况呢 对全国 震动很大 也就是录像 以后电视台 也放录像啊 这么一来的话呢 到了79年呢 这个全国 这个气功 这个形式啊 到70年年初 就开始扬起了 哎呀 气功了不得呀 气功了不得呀 那时候一说气功 就是硬气功 硬气功 相处的比较厉害 接触之后呢 正赶上 79年 就开第一届 全国中西接合作弹会 全国第一届 中西 蒙哥之后 开第一届 中西接合作弹会 那是70年2月份开的 在咱们北京海军 海军大院 那个招待所里面 因为我跟这个 跟这个吕老 接触过了 他一看我呢 这个 哎 这个庞大夫年岁不大 可对内经 黄帝内经那么熟 这个学术观点呢 跟吕老他们 他是金方派的 他对山河内经很熟 哎 这点 全国搞金方派的不多了 这样的话呢 他就了解 一了解我 通过策门 一了解我的话呢 这个小大夫治了很多病 在北京市啊 也参与了好多高干会针 他就 所以说呢 我也就成了 成了参加全国中西一 结合作弹会的 一个正式代表了 这次会议上的话呢 本来是开中一会议 中西一结合会议 全国一届 六十三名代表 全国六十三名代表 但是怎么样呢 成了讨论起功的了 一开始嘛 西一对中一 他都是拧着的 他都拧着的 一开始呢 因为我们是两派呀 那驴那个驴银铭 驴老支持我 他老胖 你就讲这观点 我们讲是中医的精华 是经络论 企划论 两个论 另外一 一般的中医人认为 中医的精华 是辩证论治 两个观点 就大会就聊 两个观点 这都摆出道理了 这都摆呀 驴老就支持 老胖 讲一讲观点 讲一讲观点 对啊 现在不想跟他说鼻舞 他跟他说鼻舞 鼻舞是 他知道我治病啊 他知道我治病 治得比较好 真有什么的 他也觉得高气功啊 他就看着我这个病人 有这个病例 就当场就见笑啊 他说要鼻舞吗 没鼻疗 正好是 科学院 一个同志去了 他摔了 摔后呢 脚骨折了 腿动了 他们说老胖给治治保 我说我不爱表演这个 老胖这个会可不一样 这儿别治一下吧 我治治试试试看 那他离个两米 一比 起来走吧 走起来了 这一下子 鼻舞这谁也不比了 就是啊 那骨折那个扎针子 扎针子 拿扎针笔 一不碰 拿着笔两个线 离个两米多远 好多人看着 两米多远 这得多大力量 其他不懂 气功的军名的奥妙 这家离个两米多 一比 这起来就走路了就 一下震动非常大 当时还有新华社 一个记者 叫称光曼 这女记者 现在上光明日报 去了 她想怀孕 怀孕 坐过身心疼 她说庞大夫 她说坐过身心疼 能不能治 我说可以 她治就行 躺床 一躺床 我说起来 她一躺 我给你起来吧 她说你还没治呢 放在那个油笔 我说你一躺 拿眼睛看就行了 还这么神乎 我说你起来看 你一起呢 她说不疼了 所以我自己 在当中没搞个表演 那时候没办法的 再碰上这个情况 她抬腿 抬腿 也不疼了 说不过我这个活运呢 早晨起来疼 明天不疼就算好了 今天她又不疼 她就 她就让开了 哎呀 这个气功啊 这个让开了 所以我们一让开 我成了气功了 完了之后呢 这个会议完了 就把上海 顾汉森他们 搞的气功科学 气功外企的科学研究 结果来做报告 而且呢 姜波 我上次先给姜波 她也跟着来了 来了之后 那天结束 结束的时候 姜波会查病啊 因为我这治病 我不查病 我不查病 我就没办法了 碰上了 没办法 一般的 这个情况我也不干 姜波说能查病 但是卫生部一个干部 给我查查 不是 咱们那是新华 北京新华分社的 李纯同志 国研 你觉得这个人吧 不知道啊 她是北京新华 这个她是新华市 北京分社的李纯 老同志 个儿不高 老头 给我查查 给他查查 姜波就坐在地面 一查 她说你 右眼 眼底有动脉樱花 一点出血 再查 颈椎 第六 第七 颈椎 骨骼增生 再往下查 肺气肿 再往下查 胃下垂 再往下查 第四 第五 腰椎 骨骼增生 再往下查 说 左腿 有点关节炎 她对不对 她说就是眼睛 最近没举查 眼睛 有没有毛 不清楚 别的都对 你说卫生部 当那个干部 这样 这不是这么回事 这不是这么回事的 她这么大年岁 谁不知道 都有动脉樱花 概率学 高一的都懂这个问题 她骨骼增生 六个角色的人 大部分有骨骼增生 为什么 静规第六圈 那是多发部位 一猜就猜招 废气肿呢 老头 卖了几口人 大部分有胃气肿 她说胃下垂呢 瘦人 胃下垂多 她给你说 她看着也不信 她说 你懵的 所以你不懂一 你怎么叫不懂一 她不懂一 她怎么还叫 鼓骼增生 怎么叫胃下垂 还怎么叫 什么 胃气肿 这叫不懂一 懂一吗 懂一吗 所以这个会议就成了一个变相成了一个气肿的讨论会 这个会议的话对气肿震动很大 所以吕炳飞 吕老呢 对气肿结果也多了 一看气肿很深 吕老这个人呢 他非常支持心肠事务 对气肿那时候坚信不疑 到处 他就跟方毅 一直开会 那时候方毅副总理 讲管科技卫生 讲管科技 那时候管卫生 陈木华副总理 跟他汇报了 说气肿 很不得了 气肿研究怎么那么情况 方毅就说 你组这个汇报会 我看看 我们这刚刚把二月份会开完呢 这是 这是到了三月二十九号 可能是说 说方毅要看表演 什么时候看 四月八号 就还有七天 这个组日 我跟他们讲 我实际上看不了 看不了 赶紧扑啊 碰 干的那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卫生部不支持李文贵 那时候他又当了邮寄司令了 我们下面好的邮寄队 卫生职业你不管 就是下面的爱好者们 称为邮寄队 我们那时候管他叫邮寄司令 每天晚上到他们家去开会 他是一天上俩班 白天上 卫生部上班 晚上在家里上班 每天不到十一天半不结束 老头六十 那时候就是已经是 七十来岁了 七十来岁了 六十多岁 七十来岁了 今天还很冲动 大号七公帆老师 七公帆 也还都帮他忙 他身体也好 一稿 准备没 四月八号 到四月七号 说防疫同志要出国 我说正好 正好 准备到七月 七月开始汇报 七月十四号汇报一次 十九号汇报一次 当时十四号来看 这个听汇报的 有防疫 耿彪 陈木华 三个副总理 当时还有卫生部的前信中 他是当卫生部长的 还有提委的汪蒙 还有国家科委科协的 还有科学院的 都来 这那时候叫的是三维一部 三维 提委 科委 还有什么哪 这是他 卫生部 在三个副总理 听着汇报 这个汇报呢 当时是我们 下面这个优机队来 来抽 来出为的 当时吕老呢 看了那次汇报呢 由硬气功表演 有郭林的二十里癌症 有二十里癌症 那个实际情况 那个材料 由那个癌症病人高温斌 海军温工团的团长 现在还活着 现在就退休了 他肺癌在三零一院 打开之后 打开之后呢 不能动手术了 练气功好了 就挺好了 他在大汇报做了做 自己现实说法的报告 然后呢 上海他们有几个人 做了气功发 当场发放外气 有林后厂的红外 有刘锦荣的头部的瓷 还有赵伟的 隔着医民员 一发气 他前面一个 一吊着一个馅 一发气 那馅动他了 动起来 还有硬气功表演 什么李托双蹲 什么那个头断石碑 还有点拿刀砍 拿刀砍 砸石头啊 大石头 这一次汇报成功了 汇报成功了 这一下对气功的传播呀 起来很大的作用 因为当时电视台录像了 这一下子放录像的情况 全国好日子都放一个录像 一下气功的消息传遍了大江南北 那次那次汇报的会儿呢 说真的 也得到了点东西 因为最后 汇报完了 请总理就服务的讲话呀 谁 吕老说 开讲电话吧 谁讲吗 卫生部长 千语中想 他说 他说 穆华总理您在这儿 您去管卫生口的 他说您来讲吧 他说 你看他们去 那时候 耿彪啊 他管全面的 他在中央的管全面 他说 还耿彪同志讲吧 耿彪说 黄毅同志 你这管科技的嘛 您来讲嘛 黄毅同志说 没办法了 他没法推了 他就讲吧 讲啊 讲啊 他讲什么呢 讲气功 讲气功 他不讲气功 他讲什么呢 他讲夏威奇 讲夏威奇 有很多的 不过他给你们讲了很多的 因为那时候 说真的 还没有人敢直接对气功表态 他讲他讲的讲的很 人家讲的很艺术 那时候 方毅已经开始练 他练小周天公 他练了小周天公 他讲夏威奇 有很多的变化 有很多的未知数 他拿这个讲 有很多未知数 讲了半个钟头 到最后讲嘛 讲讲讲 气功和忠义都一样 好的未知数 应该研究 有这一句话 我就拿住了 方毅副总理讲了 气功和忠义一样 应该研究 应该研究 我们不管你讲多长时间 方毅有这句话也行 发通告 发财量 就方毅副总理讲了 就讲这个问题 这领导的支持 没领导支持也不行 做这样的话 这个气功 就是影响大起来了 就在这个汇报会 7月19号 还做了一次汇报 那是谭正林副委员长 请你去听的 谭正林副委员长 你讲嘛 当然会长讲 我看了 我的情况相信 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可以做个义务宣传员 这个义务宣传员 这个汇报会的成功 对全国的气功推动很大 这样很快 北京市就要成立了 北京气功研究会 北京市79年11月份 在全国第一个气功组织 那是气功组织 所以北京气功研究会 在这个研究会一成立 这就有一个说头了 那这个气功啊 就把过去那种江湖卖艺 江湖传递私人垄断气功的局面 打破了 这个意义非常重大 国家嘛 北京市科学承认的嘛 所以这一点呢 可不要小看它 意义非常重大 非常重大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北京市建了几个 你就得搞活动了 北京去搞活动的是交功 交功叫什么呢 就叫郭林的新气功 但是当时郭林 还没进北京气功研究会 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当时温格的极左的思潮还没肃清 因为郭林有特先 特务先议 因为他在解放之前去美国 在美国 在美国 他可能是三几年 抗日战争 其实差不多都在美国了 以后回来 他家里好多人都是外国人的 都是国外有国外关系 所以是派回来一个特务 所以成立北京情报研究会 谈谈档案 我们一了解 那时候我就没事了 那时候我那时候 因为咱们年轻人 一看就起工没事嘛 什么关系没有了 我们就 我们直接 这间的会我们筹备的 我们发起的 一了解郭林的情况呢 他当时 他 公安二处 属于特务先议 所以他呢 就没能进来 他的学生们进来了 不过他学生们 现在说有的学生不争气 跟老师闹关系 把名字 起工名字改了 把名字改了 但是有这么一点历史悲剧 啊 这是 这是不应该有的现象 已经取决了嘛 但是我们现在要把它说清楚 那时候我在北京情报会 我是个常委啊 我发起案件会说 我做常委 我没做别的东西 可是我说话还算数了 可能是你老师旁边 为什么不掌握 说那时候我说话也不行啊 我也不能说 他那他那特贤就那摆着呢 你敢说 你敢说要个特贤进 气功研究会呢 这个组织的话呢 一开始建气功组织的背着很大的包袱 哎呀 他们是变性倒汇门 所以气功就变性倒汇门 你敢让 你敢让他进来 所以你说就是严格 非常严格 非常严格 组织 这个组织上政治 政治标准第一 是这么个情况 所以他没能进来 但是呢 公交了 管教官还不行啊 气功力学吗 他讲讲公理啊 你说在北京讲课的话呢 有我和焦戈瑞 焦戈瑞现在是中医学院的 那个气功研究所的 他那是 他那是教授知识 他原来就在北京 那个中医学院待过 在温哥以前呢 他曾经跟胡耀珍 学过气功 以前也出过一个小册子 保健气功小册子 温哥以前出过小品书 他那时候他讲气功嘛 他基本是难道 系医的各个系统 练气功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好处 因为温哥以前 有的搞了一些研究 他从这个角度讲的 我讲呢 就把传统技功 综合一下 就讲了四大要职 就是什么 这运用意识啊 调整呼吸啊 言动心体啊 汉用道德啊 就四大四大要职 还讲了 松静浅谈啊 以后要讲 各部身上要求啊 还有其他的东西 讲了像这个东西 而这到了81年春天 我们就开始讲 我们就开始讲 发风歪气 啊 讲发风歪气 这个情况是后面 后面的问题了 所以但是 这一阶段呢 这一阶段 这一阶段的话呢 应该是说呢 这都是在属于 在改革传统气功 改革传统气功当中的事 这个过程 教规律 教规律先生呢 他说是 拿习来解释气功 这也是个改革呀 我们那儿 从四大要职讲 还讲气功与中的关系 气功退功的关系 这对古典气功 也是个改革呀 这个改革 虽然是传统气功 整理起来的 但过去没有这个东西 没这么弄起来 我们把它系统化了 所以这一阶段呢 讲理论呢 对发展气功事业 起了个呈现气候的作用 呈现气候 这一段呢 当然这里边 还在继续开展工作 一个最有意义的是什么呢 是80年 80年全国总工会 搞了一个 全国支工气功业余骨干训练班 全国总工会发起来 搞这么个东西 在全国各省 发到工会去 你一个省要来几个人 一个省来几个人 作为气功骨干 来搞训练 全国总工会搞的 是北京气功业余骨会来承办的 当时那个骨干训练班 教工还是教的是 国灵的新工 也叫 那时候改了名叫 刺恐疗法 又教了教 王湘斋的一拳战装 理论课 还是有教过日 和我来讲 这个班呢 应该说对开展全国的气功工作 奠定了骨干基础 现在全国好多地方省里边的 辅作省气功工作的人 有一方是参与的 是参与的学习班的 应该为全国奠定了 开展气功税的骨干力量 第一点呢 很关键 而且呢 它是一个国家的正式部门 来开班的学习班 就和一般的学习班 意义不一样了 所以这样的话 把气功的地位 又上升了一下 虽然工会呢 它不是国家正式部门 但是在过去以前讲啊 我们中国讲 叫中国的政权四大柱子 党政工团 党政工第三 第三 老三就是 全国总工会 爱也不得了的 所以这一点呢 影响很大 这样对体育管的气功事业 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想这一段呢 改革传统气功 改革传统气功 关键就是这个样子 这一段我就讲了 从功力到功法 对传统气功 有所改变 但是 它还没有能够 真正的 全面的 来改造那个传统气功 那时候我们讲的理论 包括我讲的理论 同样还是过去内养功的范畴 就是练功 练自己内气 练自己内气 把自己经济神 练得冲突起来 就从这根本点上来说 它还属于传统的内养功 因此呢 我们不是把它放到气功科学 而是把它叫做一个呢 传统改革传统气功时期 反正对于郭林 它那个成绩 我前面讲了 它虽然改了 新功有很多东西 但是呢 它那个范畴 练气的范畴 还没有突出内养功的圈子 所以我们还是把它叫做 改革传统气功 这一阶段就讲那么多 下面呢 就讲 建立大众气功 预致能气功科学 蓝图的形成时期 这一个时期呢 基本是从八十年代 从八一年到九零年 这十年 这里边呢 我们又分了两个时期 一个叫做大众气功 形成时期 大众气功 形成时期 建立大众 大众气功怎么建立起来 在这一段呢 先跟大家讲一讲 什么叫做大众气功 这个大众气功 原来我还没给它起了名字 就后来总结工作的时候 我起了个名字 把那一段 那一段 都叫做大众气功 就从八一年到八五年 这一段 我们都叫建立大众气功时期 那时候兴起的 被人民广大群众所喜 所喜欢的 能够得到推广的 这一部分都叫做大众气功 这个大众气功呢 就在前几年呢 有人把它保一词 这公式第一级大 大众气功 我在写这个书的时候呢 就想了 我们说大众气功不是贬义词 它是一个特殊名词 什么名词 大众气功指的是 内气外气 两个同时并用 要练内气 同时要练外气 这么一练呢 练功时间就快了 这样就不需像过去练功 一练多少年 这么长的过程 见效快 时间短 而且没过去的轻规戒律 只是这样的功 我们都叫大众气功 这么讲 不是别人语词 我们这天气功 也是大众气功 而典型的大众气功 这么讲 所以这个问题啊 希望同学们呢 我们应该正确对待 一个大众气功 广大人民其中 练起的效果好 效果快 大众欢迎 为什么欢迎它 关键是内气外气并练 一由内气外气并练 就叫传统气功 发现的根本不同了 所以咱们要讲啊 你划开这个阶段 这个根本标志 根本不要这是什么 你得清楚 这么一搞的话 大众气功 内气外气并用的 和过去不一样了 这么讲 他要读成气功科学了 这是气功科学的初步 气功科学初始的开始 它是气功科学的功法的基础 没有这个大众气功啊 就谈不上气功科学 我们前面讲的 郭林 他那个气功的话 公园气功 那个情况的话呢 那只能算气功科学的 最早的电基础的 他本身那还不是 真正的气功科学内容 因为他不是内气外气并用的 所以这一阶段 大众气功啊 首先从81年到85年 大众气功怎么兴起 基本上就是啊 咱们前面讲的大众 内外并用的大众气功 怎么出来的 它是从基本上呢 是从80年开始 80年开始 80年 咱们志能工 那时候第一步工 实际是贺祥庄 贺祥庄 现在同学们呢 现在给同学们说一说嘛 就是随便讲一讲啊 贺祥庄啊 本来是咱们志能工的一步工 一步工 但是80年开始 80年年底 是开始搞真正的办班的 在我们志能工出现之前 去阿水的一纸禅 在南方开始交了 开始就交了 在81年到了81年 像刘汉文的禅癖宫啊 还有黄云中的空径宫啊 像这些宫呢 都是属于 还有梁舌峰的自发五星系啊 像这些宫都出来了 都出来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些工 谁学谁的 谁也不学谁 工法都不一样 但是呢 不约而同的 都是耐气外气并用 这就是时代的必然 这时代的必然 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了 时代不一样了 所以这里面 其中以贺祥庄的自发工 和广州梁士峰的自发五星系 这个自发工在全国影响最大 这一段工 就动起来了 梁士峰的自发五星呢 一说虎 哇就虎叫 这就叫 虎鹿 什么熊 猴 还鸟 五星 一动自发工来了 大伙子 哎呦 这气还真有 所以自发工的话 它的最大功绩 就是让人们看到 感受到 气 油 油气 当然了 自发工也有它的缺陷 也造成了问题 就是说呢 因为是新的东西嘛 过去有自发工 但是呢 没能这么普遍搞 那时候老师们教的话呢 还有很多的戒律 还有很多的东西 现在全国那么一搞的话呢 理论没有 再加上81年 6月份的话 我出事了 我离开气功绩了 离开气功绩了 所以要是贺昌庄呢 就不归智能工了 就归我的一个 我们原来我们药厂的一个 同志 听书 他担这个 开展贺昌庄的工作起来了 他文化水平 比较第一 把贺昌庄搞成那个样子 也很不错 因为我自己嘛 也被开过党籍了 也出 也 去了冤案 都成了 又成了一次反革命 所以这一来的话呢 这贺昌庄就不要了 这个人嘛 我就引着 打官司 恢复党籍 平反 搞这个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 这个贺昌庄呢 以后我们就不提了 所以现在我就隐隐约的提了个贺公 这个贺公 为什么呢 我答应把贺公法给人家了 你再提 说是我们 再要回来 那就是不应该了 应该是 估计讲说 君子众然诺 说这诺言 到什么时候 你不能收回呀 给了就给人家了嘛 所以就不再提 但是呢 我们应该是 提一下 要不然就这段 我们就空了 这段公司空了不行啊 有这么段历史 但是我们呢 这个情况不去多讲它 我们又不去跟人争这个东西 我不要了 不要了 这些东西 由于 我不在 我记得了以后呢 自发工 不会解决 所以出了一些问题 所以在 83年出现第一次 全国的 气功 群众高潮之后 由于出现了一些个 自发工的 危害 疯了 跳楼自杀了 这么一搞的话呢 气功 这个月潮下去了 经日下去了 这是前面这一段 同学们肯定就要问 为什么80年代会出现这个气 这样的功呢 大众请问为什么出现呢 你旁老师讲一个气功科学 总的来说 时代的需要 那么这个气功怎么建立起来的 拼弓回来的 拼弓回来 为什么这么做功法 一块都出来 给下一出蘑菇 它就不是就 鱼后春笋 那些 这个蘑菇一咕嘟咕嘟咕嘟 都咕嘟冒起来 这个问题 怎么到底 咱们还是得放到 社会背景当中去考察 这里边同样不是 哪一个人如何如何 同样还是 社会 时代造成的 因为79年 79年5月 在全国呢 出现了耳朵十字 这么一回事 耳朵十字呢 是从四川汤鱼那搞起来的 一个小孩子 汤鱼 耳朵能使字 赵子杨 杨超 在主持四川工作 现在杨超管 四川的人体科学研究会的 那个管理工作呢 一灯报 好了一圈子轰动起来了 耳朵使字 以后就紧接着招来了 人民日报的批呀 人民日报那个 足甲 转文批判呢 说刘斋什么什么臭和尚 什么臭老大 什么鼻子闻闻 这个情 搞了一套批这个东西 刚刚登没几天 就要给民家披了一下 这时候呢又是李宾葵 他去到中国南北去找啊 找了一个特异功能 看了 来找我 他老旁啊 特异功能我看了 有 我说本来就有啊 他说怎么叫本来就有啊 我说啊 练起功这功能都可以有嘛 烦恼混动小孩子就有这个情况嘛 我说你看我讲课 那时候79年还没讲啊 以后我们就为了讲这个问题 马上就讲那个气功特异功能的关系 咱们气功探随里边有那一篇文章啊 就讲这些问题 我们那时候其实跟李宾葵 李宾葵讲的 他说我亲自试验的 我已经怎么搞试验的 我拿个玻璃管 把我写的字 一卷 卷到里边 我把玻璃管 拿一烧 我把它烧住 你要作弊 你怎么打开 第二天把里边的字 说什么字 说完了以后打开看 大家看对了 他这样做不了闭 我说你再看着以后 我就有 我说我记有词讲 你这你真看着了就有词 你又不看着咱们不算啊 他我看着了 我看着有词 怎么讲 讲那个问题 讲了我当然会讲嘛 我说特异功能 特异功能 气功中意 是三位一体 他一听 哎 有道理 练气功能出特异功能 你看 就跟他一体吧 练气功能懂得中医 跟中医一体吧 中医的企划论 经浪论 为气功提供了理论 一体了吧 我说中医和特异功能 虽然不能一体 他们怎么 他们连着 那气功他连起来了 也一体 他说不错 所以前老就给 不是那个 驴老就给钱学生写信 他就提了这个问题 前老一看 这驴老一体 他就改了改 人体科学 把人体科学 他就讲了 从一体 改了人体科学 人体科学包括这 特异功能 中医气功 搞这个东西来 我说的是呢 气功 中医特异功能 三位一体 我要把气功 把他第一位了 因为驴老搞中医 把中医给他 白在第二位 把特异功能 白在第三位 那道理 颜概这么摆 驴老一看的话呢 跟说这样 我没书面给他写了 对他一看 对 他给钱老写的话 他搞中医 他写中医 放在前面了 因为钱老是搞特异功能的 把特异功能放在第二位了 把气功放在第三位了 等钱老一说 人体科学的话呢 就把他搞特异功能 就把特异功能放在第一位了 特异功能 中医 气功 这么白过来 所以最近的话 可能从去年 钱老要改过来 把气功放在第一位了 人体科学 气功在第一位 像这个79年的 这个特异功能 越来越发展 越来越发展 第一次跟没有打下去了 我们那时候就是为了 为气功 这个气功和特异功能 就是一家的气 特异功能一下子 我们讲 这个喵头不是打特异功能的 打个特异功能 杀气给猴看的 杀了气 特异功能 杀气功就是 所以这个情况的话 这春王齿寒 特异功能有不起来 下的话气功也落不住 咱们不行 得拼着命 得维护这个特异功能 就是 所以我们7月份 全国汇报 起功的时候 我们在北京发现 特异功能 汪兵汪强 我们去 去那些个人 科学院的人 搞特异功能实验 搞实验成功了之后呢 登在上海自然杂志上 上海自然杂志 9月份登回来的 把那个实验的结果 登回来了 一下全国又震动起来 特异功能又起来 起来到了81年的话呢 81年 81年特异功能也起来 气功也起来 咱们就不专讲 这个是咱们讲气功科学啊 所以在第二个基础之上 这样的话呢 就给气功家们来想啊 特异功能 能够出这些个透视 能够查病 能够有神通 他那么气功行不行啊 气功能不能快点出啊 就琢磨这个问题 这就形成为社会现象了嘛 气功特异功能 有的特异功能 这说是神通很高 可是他不练可以有 那么练气功能能不能快点出啊 不像会这么慢呢 这就必然给社会造成这种情况嘛 当然是不是当时哪个气功师 就这么想了 这倒不是这么想的 谁开了个会 没开了个会 但社会上就必然形成这样的 这样的社会意识 当然要解决的问题 这个你必须要解决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是呢 这它时代背景 所以要对这个事情 大家就想 可能行 想行吗 那就是 那就得什么呀 因为这样快点行 你就得倒折 另外古典气功里边 有曾经什么吸收天气的 吸收外气的 这么一搞起来 就看来在这种情况下 再继承古典 再有这个特异功能 做这个 做这个借鉴 就可以起来了 所以极加工法都起来了 不过在到了 在这个情况下呢 就发风外气 从81年 这种气功就要 首先办了发风外气学习版 81年4月份 在北京气功研究会 和北京市总工会 组合了一次 发风外气 因为说外气治病啊 外气治病的时候觉得 哎呀 说外气治病 这可不得了啊 所以因为说 一搞科学实验 也搞会外气了 有这么几个会外气 所以当时我呢 搞外气发风班呢 主要还不是为了 当时还不是为了说 来治病 让大家学发风外气 快点能学会 第一 说气功能快 第二件事呢 就在搞气功发风外气治病 或者搞这个科研 人多点 因为那时候就上海几个人 做了成试验以后 别人做不成 就哎呀妈 所以我们去搞点 可是那个班呢 我还没教完 就把我逮起来了 当时人们呢 就说呀 发风外气 办学习班 那又不搞个 十年八年 五年十年的 练气功能发风外气 这简直是胡闹 我咱们这治病功 竟是戴胡闹的帽子 所以那时候八年 就戴胡闹的帽子 发风外气 没听见说过 没听见说过 所以这样的话 他跟我们办了 办了 当时的话呢 有些人的话呢 开始会了 但是呢 还没全搞完 没搞完 那时候他们开始 教新春庄第二部工 所以如果那时候 不教第二部工啊 还麻烦 像说贺养庄 是我们的 他现在说谁承认呢 那时候就讲了 新春庄二部工 八一年春的讲 是智能工二部工 当然这群众讲了 这些问题 所以以后嘛 为咱们为谈这个问题 还都能有历史证明 这些问题 办学习班 到了八三年 在济南 开全国的外气 会议 去了好多气功识 全国是去了 好多气功识 一说 我今天当时办气功识 一般都办过了 外气发风外气 都去了 现在一表演 好多发风外气 突顶不住 一下震动很大 特别的这个形式 你光靠一个人不行 你没这种形式 谁干不起事的 所以我们讲 气功识业 得讲着大的形式 八三年 八三年 这个时间过来之后 这个时间过来之后 咱们震动工 一般交工的 一个一个的 发风外气会了 所以我们的震动工就开始搞 虽然我在 我还没上班 也没进气功界 咱们气功还不能停啊 所以那几年 说个不客气话 真给我创造条件了 我不上班了 处理了我 我不上班了 不过我平凡 我不干了 不干的话怎么办 不上班不行啊 我去开价条去 上医院开价条去 想办法开一条 一下卸了几年 那几年 不上班 就慢慢搞东西 天赐良缘 把咱们顺略工 就给编出来 要没那么几年的话 还真编不出来 连理论道工法 搞这么系统 这么累 怎么行啊 那几年在探着四 山里面练功 这是入山三年 到了八四年 后面还讲这个问题 开第一次 全国理论 研究 七公里的研究行办 那时候 我就说呢 就把我们智能工的组厂 搬到了世界庄 把智能工的组厂 搬到世界庄 世界庄搞实验 85年春天 搞实验成功 一置 一屋子 一个小屋不大 一屋子做四五十个人 发起组厂 组厂 一厂走 一厂走 组厂疾病 解决问题了 一搞组厂疾病的时候 当然我们说没公开了 没公开了 在当时也很糊弄啊 咱们那坐一会儿 看电影像 大家可以讲啊 讲讲讲 四十分钟 嘴多不超五 一不超一钟头 走了 一不二就走了 这样子 当然糊弄很大 可是我们还没向智能界宣布 所以这就是在智能工 也还在一个初级见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 我反正讲了 由于自发工出了问题 到了84年 智能低潮了 因为一个任何事业 没正确的理论指导 都不可 积极性 却不能持久 没有理论嘛 持久不了 你只要是正确理论 这段时间 才能去得下来 84年 智能 全国都降温了 因为批气功 那时候讲啊 就这么讲 文化大革命 打鸡血的 就讲前面那一套 一哄起了 智能也下去了吗 就下去了 这时候呢 中华智能研究会已经成立了 中华智能研究会 那个吕炳奎 吕佬负责 看到这种情况 他说怎么办 高气功必须从理论上解决 从84年10月 就召开了全国第一届 气功理论研讨班 也叫研究学习班 这个班上呢 把当时流行的功法 流行的十一顿功法 把这个每个门派的气功师 都请来 一家讲一讲 讲完了之后 讲基本理论 那个理论主要是我讲 和王松玲讲 王松玲主要讲 片中气功史方面 气功理论有我讲 现代科学有林中鹏讲 主要是 主要讲我们三个讲 其他的各个门派 也讲一讲 这次办学习班之后呢 就使得我们中国的气功 在理论方面 提高了一个层次 这个会议之后完了 我们就要筹备和陆祖英 陆祖英最近去世了 陆祖英 林中鹏 陶祖来 王松玲 我我们几个人要筹备成立中华气功汉塾学院 中华气功汉塾学院嘛 就是由这些人来分别写教材 一共写的是十门教材 十门 因为中华气功成立起来以后 由于我不便于说的原因吧 我就是那个学院刚刚成立 我就退出了 把讲义给写完了 我就退出了 那个学院第一届很好 第二届下去 第三届基本就完了 就完了 所以这样就使得我们是气功 中国的气功 从理论具体化方面 具体化方面 就是上升了一个层次 上升了一个层次 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一下子 不是一下子起来的 所以慢慢慢慢一步一步起来的 所以我们认证功呢 到八五年也开始搞二不公了 八五年开始搞第二不公了 这就是在大众起功的新建 建立大众起功的时候 这么建起来的 所以各家功法的话呢 当时那件的话呢 在全国范围内 从八一年到八五年 是何祥庄 在全国占了同志地位 占了主导地位 占主导地位的 可是我们在八五年之后呢 我们要把何祥庄的问题 用北京气功研究会的名义 因为当时何祥庄分裂了两个 一个赵金香和他学生们分裂开了 一步留在北京气功研究会 赵金香就上中国气功研究会去了 最现在的话就是分开了 上中华气功研究会去了 分开了 所以我就把北京气功研究会的 何祥庄错误的地方 要给纠正过来 纠正了何祥庄的错误 最现在第一步的话 建立大众气功阶段 基本就是这么个状况 当然我们现在介绍的话呢 对别的功法介绍少一点 介绍少一点 因为当时那些功法呢 只是一个方法上搞的 而对全国的气功事业 他们参与的不多 参与不多 因为我在前一段呢 我是在 在全国那儿搞这个气功的 所以我好多生我参与的多一点 所以在介绍这些的话呢 谈到咱们这种气功的内容就会多一点 是这么个问题 当然事实也是这么个状况 这里说不是由于咱们是搞智能工的 就管说咱们智能工就不讲别的 还不是那么个问题啊 这大众气功建立阶段 下面就是大众气功 兴盛阶段 这就是八六年到九零年了 这一段大众气功啊 就一步一步发展起来了 高起来了 八六年这一年呢 很关键 八六年呢 是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建立 原来有个中华气功研究会 中华气功研究会呢 属于全国中医学会下面的 一个二级学会 在中医学会下面 什么是真秋学会啊 这个学会那个学会啊 它是中医学会下面一个呢 叫做是中华气功学会 它是二级学术组织 到了八六年呢 成立了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 而且由彭冲来担任 名义律师长 这么一来的话呢 气功就有了全国的一级组织了 这对全国气功界 很大的鼓舞啊 有一级组织了 而彭冲当名义律师长了 这一家是震动很大 这对推功气功事业 也有很大的 也有很大的一个效果吧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制定气功呢 比较完善了 而且到了八六年 我们就正式宣布我们的 火焰整体理论 到八五年开始讲这个问题了 八六年正式讲 智能工的特点 火焰整体理论 足场交工之病 足场 八个两大特点 就向气功就宣布了 八六年五月份 在工人体育场 讲我们智能工的特点 这是两个最突出的东西 三传病重那些问题 就是可以另外 三传病重就包括足场在里边了 从我们讲突出讲 关键是火焰器 火焰器足场 这最根本的 咱们智能工最根本呢 有别于有别于传统 就在这 火焰器足场 外气之病 也是根据火焰器来的 不上单天气 根据这个来的 所以我们智能工的这一套理论 一发表给气功界 提供了开展外气 气功 理论基础和方法基础都有了 我们足场的内容 首先在全国学的最好的 也应用最早的 燕心 燕心气功大师 他学了我们足场之后 在全国搞足场代工报告 一下子 全国是 这个 轰动非常厉害 咱们一开始 在87年 我们在86年宣布之后 87年 6月份 就是中国气功研究会 发了一个通知 那准备召开87年 11月份在西安召开 公理工发委员会 召开的会议 发的通知里边呢 就是现在气功发展很不正常 有的人搞骗人 什么高价交供 高价收费 都是骗人里边 最后 有的甚至搞 机体治疗 这个骗人的 最厉害的 叫做机体治疗 这有的甚至 搞机体治疗 前面是搞高价 交供骗人的 这个情况 所以有的甚至 搞机体治疗 那个文件是 还没开会之前 发的文件 大家讨论 那会我是没有去 反正他们中国 开会我一个会 我也不去 那时候开会 要不挨骂干什么呢 说咱们骗子 去干什么 还好去了之后呢 还没来几集 讨论他们这个问题 燕心在那 搞租场报告 燕心在那 搞租场报告 报告还怎么讲的呢 北京的师傅们 关键叫租场 我这叫做代工报告 他这改革 他说他叫代工报告 北京师傅叫租场 我就代工报告 他们说北京师傅是谁 然后他从 开完会就要上广州 从广州上深圳 上深圳 深圳报告是讲的 我这几百家居场 租场代工报告 就跟北京康尔明老师学的 其实他不是跟我学的 他在清华大学那 搞实验室学的 咱们清华大学 辅导站那学的 不过这应该很好啊 你敢说是 学的技能工的啊 以后呢 这件全国 租场代工报告 就风行进来了 再加上当时 还有一个 中华意志工张红宝 他在搞中华意志工 他在搞租场 其实这搞的租场 他第一次在清华 在北京大学 在北京大学 办班的时候 还讲了 他说我这个工 我没学过什么别的东西 这里边就是 庞硕明老师和 郭林老师的工 所以我就会练 扶我称 他讲的嘛 他自己讲这话嘛 他自己讲这话 他就因为我们 租场之后 在戴晓周天呢 他这个问题 红度也很大 所以到了 八十年年底 八八年初 北京老师们讲 庞老师 他们都把他们都窃取了去了 我说不对 他就帮着咱们的 要不咱们的话 管咱们自己是 孤掌难鸣啊 他们前面冲 给咱们 铺开了这个 前进的道路 大先锋的 同学们 如果看我 咱们那个 我在八八年 一月二十四号 在北京年会 讲话当中 我不是讲了吗 有的工法 轰起来怎么办 我们不要搞拆台 要搞补台工作 人下面还练工 我们补上 就是指这个来说的 因为我们 有没有帮助我们 那那个职员工 租场就搞不起来 寸不难行 就骂你 骂你 他们这么一搞的话呢 燕心呢 他中国说支持他 他跟报告 代程报告 代工报告 代工不就是租场 不就不骂我 他不骂 人家就不骂我们 就是 不很简单吗 张鸣华 他就搞一个工 搞中国 你搞中国 搞去吧 搞搞搞搞 你起来 你搞租场啊 实际上为租场 铺平了道路 就当我们讲 第一对谁也不要说 这都是对职能工的支持 都是气功学的一部分 不要讲 不讲 因为张鸣华 八六年十二月份 学了咱们职能工 我们在北京的韩寿学院搞了一个面授班 在北京工人良养院 西山那搞 张鸣华 张鸣华去的 这是咱们这个 至于在这个阶段的话呢 职能工这么一搞组场啊 这个气功设计 到了八八年 极有新生的第二次 群中营的高潮 所以这时候就起来 新的功法还起来了 像 像这个 比例新点的圆基工啊 什么 三三九成圆工啊 以后新点的什么惠连工啊 当然过去功法还得继续起 但是过去功法的势头 不行了 我由于职能工的第二部工 我们职能工是一步一步来的 一步一步来的 还有第二部工啊 所以前面一部工 八一年到八五年 他的任务实名完成了 八六年到九零年 二五工他起来了 再到了八九年 八八年 职能工在全国范围内 已经形成了高潮 当然整个气功 有似乎是高潮 但是呢 其他的门牌 没形成高潮 职能工是起来了 所以有的同学讲啊 八八年八九年 气功又在用低潮了 在低潮了 因为卫生部啊 什么这个报 那个报啊 张弘林批翻外契啊 这么一搞啊 气功的的确切 受很多影响 但是职能工没受影响 整个世界还在往前走 职能工往前走 那我们职能工呢 最关键的关键在哪 我们不是一般的讲说的理论 而是呢 把传统的 这个气功 里边好东西揪出来 更主要是把传统气功 那种封建迷信的部分 我们把它合理随合拿出来了 并真望相攻 这是一个气功的 要走向科学 必须过的一关 理论问题 这一关过不去 达不到气功科学 练气功有点功能了 那都是说话了 什么神仙来了 鬼来了 要么鬼怪来了 过去都这么讲 如果这一关你不能解决它 你就没办法呢 所以我们职能工呢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整望相攻问题 解决了 掐掘念咒 掐掐念咒 开天门 俘虏 捕头塔缸 把问题解决了 而不是公开讲了 第二呢 就把传统气功当中的 封建迷信的部分 都讲科学化了 所以第一个问题啊 非常关键 第二呢就是呢 实际气功就摆脱了 封建宗教的束缚 而恢复它本来科学的面目 这个是我们正能工啊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 很关键的内容 搞起来呀 这个问题搞起来 当然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在这一段 在这一大段 从86年之后 外气实验呢 外气实验 搞得很成功了 搞得很成功了 因为不仅是几个地方搞了 全国各个大的城市 大学研究所 搞了多方面的外气实验 这里边 从一般的外气来测量 什么红外呀 紫外呀 静电啊 磁啊 什么还有什么 伽马射线啊 激光啊 刺声啊 什么超声波呀 好多 伽马射线什么的 都有 测量外气含这个东西 发生外气呢 好多的起作用 生物的 生物分子的 细胞的 都有 都起作用 而且使得那个 放射性同位素 也起作用 谢谢外界同学们 几个小